第五屆亞洲U16青年南籃锦标赛 4月2号将在中国广东省开打 中华代表队进行授起仪式 首度披上国家队战袍的选手感到相当紧张 有点小紧张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的那个 参加这个U16的国际赛 会有点小紧张 但是还是要放开 能帮助越多越好 然后精力打 分开打 就是成绩越好 成绩越好越好 近两屆亚洲U16青年南籃锦标赛 中华代表队都闯进四强 这次教练将加强防守动作争取夹击 针对防守在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训练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防守还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只要能守得住 我相信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成绩 这次U16中华队小组赛与伊朗和澳门分在同组 分组第一名将能直接前进八强 二三名则必须打外卡赛来争取晋级机会 不过即时晋级也可能要对上中国 纽西兰菲律宾或是澳洲等强队 晋级之路并不轻松 原市新闻莫兰斯五六台北市陈萌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